疫情三級警戒之下 許多遊樂場館都必須要休園 而民眾宅在家好苦悶 因此花蓮的海洋公園 就推出了線上玩樂園 透過直播互動方式 讓民眾宅在家 也可以看到海豚海獅的可愛模樣 小朋友們一起來看 這次海豚精采的生態解說吧 那也別忘了按讚還有分享哦 工作人員拿起手機開啟直播 有招呼員一一介紹館內的動物明星 不只是海獅、海豚還有水族館 雖然在防疫期間 海洋公園自主修園到6月14號 但招呼的工作卻不能停歇 現場空蕩蕩 民眾出不了門 換個形式主打線上玩樂園 讓收看的觀眾就像是清零現場 動物招呼員 當其老師開放民眾提問仔細講解回答 聊天室留言不斷更新反應超樂弱 主要還是沒辦法跟遊客直接面對面 因為沒辦法面對面的話 有些比較值得深思或值得討論的議題 可以這時候跟遊客做一個互動解釋 那線上的話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 因為時間上的限制 對所以有些議題我們可能就沒辦法去跟客人做說明 海洋公園沒有辦法在現階段營業 那所以透過官網的直播 或者是營運平台 那也希望在遠距教學的部分 那有需要更認識海洋公園生物的部分 那學生可以利用海洋公園的官網 營運平台以及FB還有直播的部分 隨著疫情升溫 各大樂園配合政策自主修緣 為了讓民眾宅在家也能認識海洋生物 花蓮海洋公園透過直播互動的方式 讓可愛的海豚海獅 用最療癒的方式陪伴民眾度過疫情 記者 許麗晴 受風箱報導